大司马臣去并妹死在拜尚书皇帝陛下 陛下过听 使臣去并带罪行间 一专边塞之思律 报还终也无以报 乃敢为他已干用事者 成见陛下忧劳天下 哀怜百姓已自忘 亏善贬乐 损狼缘 皇子赖天 能胜一屈败 至今无好为师父观 陛下恭让不绪 群臣私望 不敢阅之而言 臣妾不胜全马心 妹死原陛下赵有思 因圣下及时定皇子位 为陛下姓查 臣去并妹死在拜以闻皇帝陛下 三月已害 御使臣光守上书令奏位殃功 至曰 下御使 六年三月勿深朔 以害 御使臣光守上书令 承飞 下御使书道 言 丞相臣清敌 御使大夫臣汤 太常臣冲 大行令臣熙 太子少赴臣安行 宗正是妹死上言 大司马去并上书曰 陛下过听 使臣去并戴罪行间 一专边塞之思律 抱海中也无以抱 乃敢为他已干用事者 承见陛下忧劳天下 哀怜百姓已自忘 亏善贬乐 损狼缘 皇子赖天 能圣衣屈败 至今无好为师父观 陛下恭让不叙 群臣私望 不敢阅之而言 臣妾不胜全马心 寐死 原陛下赵有思 因圣下及时定皇子位 为原陛下姓查 至约下御使 臣仅与中二千诞 二千诞陈赫等义 谷者列帝立国 并见诸侯已成天余 所以尊宗妙众设计也 今臣去并尚书 不忘其职 因已宣恩 乃到天子悲让自贬已劳天下 绿皇子未有好位 陈清嫡 陈汤等一奉一尊旨 于冲而不待事 方今圣下及时 陈清嫡 陈汤等妹死请立皇子陈宏 陈旦 陈虚为诸侯王 妹死请所立国名 至曰 盖文周风八百 姬姓并列 货子 南 附庸 礼之子不济 云并见诸侯所以重设计 朕无闻焉 且天飞为君生名也 朕之不得 海内未恰 乃以为教成者枪军连城 及古功何劝 其更易以列侯家之 三月秉子 奏位秧公 丞相陈清嫡 御使大夫陈汤妹死言 陈锦宇 列侯陈英奇 中二千诞二千诞陈赫 建大夫博士陈安等议约 符文周风八百 姬姓并列 奉承天子 康书以族考显 而伯秦以周功力 贤为建国诸侯 以相赴为府 百官奉献 各尊其职 而国统辈以 谢以为并见诸侯 所以 重设计者 四海诸侯各以其职奉贡计 之子不得奉计宗祖 李也 奉建十守藩国 帝王所以福德诗化 陛下奉承天统 明开圣絮 尊贤显公 兴灭济诀 绪萧文中之后余赞 包立群臣平金侯等 昭六亲之绪 明天诗之数 使诸侯王丰君德 推思恩分子帝护义 西昊尊贤 百有余国 而家皇子为列侯 则尊卑向于 列位施叙 不可以垂统于万世 臣请立臣红 臣诞 臣虚为诸侯王 三月秉子 奏为央功 至曰 康书亲属有诗而独尊者 包有德也 周 公祭天命交 故卢有百姆 兴当之声 群功不毛 贤不消叉也 高山养之 井行香之 朕慎母烟 所以亦未成 家以列侯可 四月勿吟 奏为央功 丞相陈清敌 御史大夫陈汤妹死言 陈清宅等于列侯 列二千诞 见大夫 博士陈庆等义 魅死奏 魅死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 至曰 康书亲属有诗而独尊者 包有德也 周公祭天命交 故卢有百姆 兴当之声 群功不毛 贤不消叉也 高山养之 井行香之 朕慎母烟 所以亦未成 家以列侯可 陈清敌 陈汤 博士陈江行等符文 康书亲属有识 武王祭体 周公辅成王 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为大国 康书之年幼 周公在三公之位 而伯秦拒国于路 待绝命之时 位置成人 康书后赶陆赴之难 伯秦典怀疑之乱 西武第一志 周觉五等 春秋三等 皆因时而续尊卑 高皇帝波乱是反诸正 昭智德 定海内 封建诸侯 爵位二等 皇子或在强宝 而立为诸侯王 奉承天子 为万事法则 不可义 陛下公亲人意 体行圣德 表里文武 显辞孝之 行 广贤能之路 内包有德 外讨枪暴 吉林北海 西月之 匈奴 西域 举国奉施 鱼谢之费 不负于民 须遇辅之藏 以赏圆容 开尽苍以震贫穷 简树族之伴 百瞒之君 米不相丰 成留称义 远方疏俗 崇逸而朝 则及方外 故真寿至 家古兴 天应盛章 金诸侯之子 封至诸侯王 而家皇子为列侯 陈清嫡 陈汤等 切服 赎记之 皆以为尊卑师序 使天下失望 不可 陈请历尘红 陈旦 陈虚为诸侯王 四月鬼位 奏位秧公 刘忠不下 双隐号 丞相陈清嫡 太仆陈赫 行御史大夫 是太常陈冲 太子少 赴臣安行 宗正式 媚死言 陈清宅等前奏 大司马臣 去并上书言 皇子为有好位 陈谨 与御史 大夫陈汤 中二千诞 二千诞 贱大夫 博士陈庆等 媚死请历 皇子陈虹等 为诸侯王 陈下让文武 公子切 及皇子为教 群臣之义 如者称其术 或被其心 陈下故此扶许 加皇子为列侯 陈清宅等妾 与列侯陈寿成等 二十七人义 接约已为尊卑师序 高皇帝 见天下 为汉太祖 王子孙 广之府 先帝法则俯改 所以宣致尊也 陈清令使官则即日 据礼仪上 御史奏于地图 他皆如前故事 至约 和 四月秉身 奏位央功 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 是媚死言 太常臣充严 补入四月二十八日 以四 可立诸侯王 臣媚死奏于地图 请所立国名 礼仪别奏 臣媚死请 至约 立皇子 红为其王 但为燕王 须为广陵王 四月丁友 奏位央功 六年四月 乌银朔 鬼卯 御史大夫 唐下丞相 丞相下中二千丹 二千丹下 郡太守 诸侯相 成书从事 下当用者 如律令 为六年四月以四 皇帝时御史大夫 汤妙丽子红为其王 约 于戏 小子红 寿资清舍 镇成祖考 为基谷建尔国家 封于东土 视为汉帆府 于戏念哉 宫阵之兆 为命不于长 人之浩德 克明显光 亦知不图 彼君子代 戏尔心 允值其中 天路永中 绝有披脏 乃凶于尔国 爱于尔公 于戏 宝国爱民 可不敬于 王其戒之 又其王策 为六年四月以四 皇帝时御史大夫汤妙丽子 但为燕王 约 于戏 小子 但 寿资悬舍 镇成祖考 为基谷 建尔国家 封于北土 视为汉帆府 于戏 勋州市虐老寿心 侵犯寇道 家以奸巧编蒙 于戏 朕命将率 俗征绝罪 万夫长 千夫长 三十有二军皆来 将其奔施 勋州喜遇 北州以随 谢尔心 无作愿 无费德 无乃费备 非教士不得从征 于戏 宝国爱民 可不敬于 王其戒之 又焉王策 唯六年四月以四 皇帝 时遇使大夫汤妙 立子须为广陵王 曰 于戏 小字须 寿资赤舍 镇成祖考 为基谷建 尔国家 丰于南土 视为汉帆府 古人有言曰 大江之南 五湖之间 其人清心 扬州宝江 三代要福 不及以正 于戏 谢尔心 战战兢兢 乃会乃顺 无动好意 无耳消人 违法违责 书云 臣不作威 不作福 你有后修 于戏 宝国爱民 可不敬于 王其戒之 又广陵王策 太史公约 古人有言曰 爱之欲其父 亲之欲其贵 故王者将土建国 封立子弟 所以包亲亲 蓄骨肉 尊先祖 贵之体 广同性于天下也 是以行事 相而王是安 自古至今 所由来久矣 非有意也 故福论住也 厌其之事 无足才者 人封立三王 天子恭让 群臣首议 文词滥然 甚可观也 是以赴之世家 楚先生曰 陈信德以文学为侍郎 好懒观太史公之列传 传宗称三王世家 文词可观 求其世家中不能得 谢从长老好故事 折取其封册书 编列其世而传之 令后世的观贤主之旨意 盖文孝武帝之时 同日而聚拜三子为王 封一子于齐 一子于广陵 一子于燕 各因子财力智能 及土地 之刚柔 人民之轻重 为作策以身戒之 为王 视为汉帆府 保国致民 可不敬语 王其戒之 夫贤主所作 故非浅文者所能之 非伯文枪记君子 者所不能究竟其意 至其次序分绝 文字之上下 简之参差长短 皆有意 人莫之能之 谨论次其真草诏书 边于左方 令兰者自通其意 而解说之 王夫人者 赵人也 与为夫人并姓五帝 而生子红 红且立为王时 其母并 五帝自临问之 曰 子当为王 欲安所致之 王夫人曰 陛下在 妾 又何等可言者 必曰 虽然 亦所欲 欲于何所谓 我王之 王夫人曰 元智之洛阳 五帝曰 洛阳有五库熬仓 天下名额 汉国之大都也 先帝以来 五子王于洛阳者 去洛阳 于尽可 王夫人不应 五帝曰 关东之国 无大于其者 其东赴海 而成郭大 古时独林 民资中十万户 天下高于地 陌生于其者已 王夫人 以手机头 谢约 姓慎 王夫人死而 地痛之 使使者拜之约 皇帝 今时使太中 大夫 名奉 必依 四夫人为 其王太后 子红 王其 年少 无有子 立 不幸早死 国爵 魏郡 天下 称其 不宜 王云 所谓 受此土者 诸侯王 使风者 必受土于 天子之设 归立 之以为 国设 以岁 时此之 春秋大传约 天子之国有太赦 东方清 南方赤 西方白 北方黑 上方黄 故将风于东方 折取清土 风于南方 折取赤土 风于西方 折取白土 风于北方 折取黑土 风于上方 折取黄土 各取其色物 国以白毛 风以为赦 此时受风于天子者也 此之为主土 主土者 立设而奉之也 朕 成族考 族者先也 考者赴也 为基谷 为者度也 念也 基者当也 当顺谷之道也 其地多变诈 不惜于礼意 故界之曰 公正之照 为命不可为常 人之好德 能明显光 不图于义 使君子怠慢 稀若心 信执其中 天路常中 有过不善 乃凶于儿国 而害于若身 其王之国 左右为耻以礼意 不幸中年早邀 然全身无过 如其侧意 传约清彩出于蓝 而至轻于蓝者 教使然也 远哉贤主 昭然独见 借其王以身内 借燕王 已无作愿 无费得 借广陵王以身外 无作威与福 赴广陵在无悦之地 其民经而轻 故界之曰 江湖之间 其人倾心 扬州宝江 三代之时 或要使从中国俗府 不大吉以正教 以抑郁之而已 无动好意 无耳消人 违法事则 无掌好意乐 驰骋一列银康 而尽小人 常念法度 则无羞如矣 三江 五胡有余言之力 同山之父 天下所养 故界之曰 臣不作福者 勿使行财币 后赏赐 以利生育 为四方所归也 又曰臣不作威者 勿使因 轻以备役也 会孝武帝崩 孝昭帝出力 先朝广陵王须 后赏赐金钱财币 值三千余万 亿帝百里 亿万户 会昭帝崩 宣帝出力 元恩行义 以本始元年中 列汉帝 尽以封广陵王须四子 义子为朝阳侯 义子为平屈侯 义子为南利侯 最爱少子红 立以为高密王 其后须果作威福 通楚王使者 楚王宣言曰 我先元王 高地少地也 丰三十二成 金帝亦亦少 我欲与广陵王共发兵云 广陵王为上 我父王楚三十二成 如元王使 双隐号 事发觉 公卿有私请行罚诸 天子以骨肉之故 不忍至法于须 下诏书无至广陵王 独诸守恶楚王 传约彭生麻中 不服自止 白杀在泥中 与之皆黑者 土地教化使之然也 其后须负驻祖谋反 自杀 国除 燕土敲绝 被迫匈奴 其人民有而少虑 故界之约 昏舟是无有效行而禽兽心 以切道侵犯鞭明 镇照将军网征其罪 万夫长 千夫长 三十有二军接来 将其奔施 熏州喜遇远处 北州以安以 息若心 无作愿者 勿使从俗已愿 妄也 无废得者 勿使被得也 无废被者 无法五倍 常被匈奴也 非教士不得从职者 言非习礼役不得在于侧也 惠武帝年老常 而太子不姓轰 未有所立 而诞使来上书 请身入宿位于长安 下午见其书 基地 怒曰 生子当智之 其奴礼役之乡 乃智之焰照 国有争心 不让之端见矣 于是时时 即斩其使者于阙下 会武帝崩 昭帝出力 但果作愿而望大臣 自以长子当力 与其王子刘泽等谋为叛逆 出言曰 我安得地 再者 经历者乃大将军子也 欲发兵 事发觉 当诸 昭帝元恩宽忍 议案不扬 公卿使大臣请 遣宗正与太宗大夫公户满意 御使二人 携王使宴 封御之 道宴 各一日 更见则王 宗正者 主宗是诸刘蜀籍 先见王 为列臣道昭帝十五帝子状 是御使乃父见王 则之以正法 问 王遇发兵罪名明白 当作之 汉家有正法 王犯先借小罪过 即刑法直断耳 安能宽王 惊动以文法 王毅意下 心恐 功户满意席于经术 最后见王 称吟古今 通义 国家大理 文章尔雅 魏王曰 古者天子必内有异性大夫 所以正骨肉也 外有同性大夫 所以正义族也 周公府成王 诸其两帝 故志 五帝在时 尚能宽王 今昭帝使力 年幼 赋于春秋 魏林正 为任大臣 古者诸法不阿亲戚 故天下至 方今大臣辅正 奉法执行 无敢所阿 恐不能宽王 亡可自谨 无自令身死国灭 为天下孝 于是燕王但乃恐惧服罪 后头谢国 大臣欲和和骨肉 难伤之以法 其后但父于左将军上官节等谋反 宣言曰我赐太子 太子不在 我当立 大臣共义我云云 大将军光辅正 与公卿大臣一约 燕王但不改过悔正 行恶不便 于是修法直断 行罚诸 但自杀 国除 如其策旨 有私请诸但妻子 孝昭以骨肉之亲 不忍制法 宽赦但妻子 免为数人 传约蓝根与白纸 剑之朽中 君子不尽 数人不服者 所以剑然也 宣帝出力 推恩宣德 以本使元年中 晋赴封燕王但两子 义子为安定侯 立焰故太子 建为广阳王 以奉燕王祭祀 三王风系 旧史烂人 处事后补 策书存焉 去病建议 清宅上言 天子充益 志在极闲 太长距离 请立其宴 红国赴海 但涉为玄 肖仁布尔 昏州远边 冥灾兼界 适防绝迁 请不吝点赞 订阅